我們要產生硬的方法 其實有真的有假的 那手動是比較容易啦 手動是比較容易的齁 因為如果你對於它的這個還不是很清楚 你用手動的比較簡單 那就是複製塗層而已 所以我們先回過頭來看一下 你看這邊完成的 第一個這邊完成的我就是用手動的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 有沒有發現有兩層 對不對有兩層 那你知道我們在A裡面不是有燈光 對不對有3D圖寸我們之前有講過嗎 你可以用產生真的 好那這裡呢是用假的方式 所以呢我只要複製一份就好了 複製一份你看 回到這邊啦 把這個複製一份Ctrl加D 有沒有 那我把陰影放下來 一樣命名一下 OK 陰影 那陰影要怎麼樣才能夠產生 你可以上下點倒是一種方法 但是其實我可以通過濾鏡 以前我們第一 應該是第二堂課還是第三堂課的時候 有交過濾鏡 陰影 你可以用塗層樣式的 對不對 也可以用濾鏡的 不過呢在3D塗層裡面 就不建議各位用這個塗層樣式 因為這樣會有問題 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用濾鏡的 在特效裡面 Effect 你可以找到一個比較透視的 Effected就透視的 有沒有 Jurow Shadow 掉下來的陰影 陰影 Shadow 掉下來的陰影 所以你從這邊按一下 有沒有我後面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一個影子 但是我需要它怎麼樣 上下顛倒 需要它上下顛倒 所以呢 我在這個地方 我希望它能夠上下顛倒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裡 影子 然後呢 我把它的 這個 上面的 我先關起來 我現在只希望有影子就好 我把這個Shadow Only勾起來 有沒有直升影子 對不對 那你要上下顛倒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咯 上下顛倒 上下顛倒 就是 你用變形的 是一個方法 變形的 在這邊 Scale 我把它 由上 這裡 等一下 現在是等比例 把它 換一下 其實我直接躺平就好了 我忘記了 用這個方向就好了 我把它躺平 我把S軸 走 有沒有這樣躺平 對不對 躺到下面去 還是你要躺到前面來 你要躺前面也可以 躺後面 這個時候其實就要看你 光線的方向 因為我們教室 因為燈光很多啦 所以 比較感覺不出來的時候 到底 你如果是在戶外的話 就會差很多 有沒有這樣我就躺平了 我就來把這裡打開 有沒有就有個影子在後面 對不對 當然你要模糊一點 你可以左手邊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軟軟的Sofning 對不對 軟軟的 叫它軟一點 有沒有影子就比較軟一點啦 這樣子我再把上面打開 所以呢 我們現在這樣追蹤 就沒問題囉 你看我先點到別的地方 點到別的塗層 好 這樣子 當我在移動的時候 然後 影子 就會跟著它 這樣就了解了吧 所以 你這樣做的時候 欸 效果就出來了 就出來了 這是手動的方式 當然你要做得更像一點 最好的方法是怎麼樣 我不只投到上面去 如果你看我們這邊做的 我這邊做的 你有沒有覺得 那個草地的感覺好像有一點出來 它不是只有單純的 只有英明 因為呢 你可以搭配什麼 像波多效果一樣的 混色模式 你看我在這裡 點到它 平常我們 這個 還記得 這邊是不是可以切換 這個啊 這裡可以切換 就是切換 一般的3D塗層這些 還有什麼 塗層遮色片啊 以前我們用過那個 塗層遮色片 後面這個就是塗層遮色片 前面這個就叫混色模式 那你用這個 這個是好像 subtrack好像就是什麼 中文突然活跡 翻做什麼 你變得normal的時候 就是表示 都是黑黑的 有沒有 可是我加上subtrack 它就有一點點 你用歐灰類 其實也有一點效果 好 只是這個 變得比較亮 那你可以搭配一下不同的 目前我這樣稍微測一下 是覺得subtrack的效果比較好 有沒有發現真的有差 好 因為 你有把後面的那個 顏色透出來的話 會更不提升 雖然我是手動的 好 雖然是手動的 但是還是可以做到 效果比較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 嘗試看看囉 好不好 好 所以如果你要換一個 虛擬的物在這邊 反正你現在攝影機動 它就根據你追蹤到的那個 好 追蹤到的 攝影機的位置 它就自動幫你調整 這樣就會比較省事 好 就會比較省事 給各位試看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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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